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彭云飞 重庆狼队FLY 其实我初登赛场的目标其实就是 就是跟刚开始的那帮队友一起打下去吧 因为当时的话一起从次眼下打上来嘛 就比较珍惜那份友情 所以我们在私底下也会说我们要一直打下去 就在一个队伍里面 到现在的话也是我初到五周年了嘛 然后最大的收获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一批能够 为自己目标去奋斗的一些兄弟们吧 还有一些在梦想道路上陪伴我支持我的粉丝们 这五年在赛场上最大转变我觉得 就是从一个单人玩家变到一个 融入到了一个团体里面吧 因为在最开始的话 都说对抗路是孤儿路嘛 然后我的话在最开始的时候也是一个雅发上单 然后到现在的话其实逐渐的彻底的跟之前有了很大的区别吧 到现在的话也是成了团体中的一员 从之前的哑巴上单 孤儿上单 到现在呢是就是一个为队伍去成商开团开世界的一个角色 更多更贴切团队竞技吧我觉得 从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需要队伍里面的一些队员 帮助我成长的一个角色到现在也可以像之前的队友去帮助我 一样去帮助我的队员 感觉现在自己也是一棵大树了吧 然后到现在的话也是从最开始的站边 到现在的坦边 我觉得也是换了一种方式更贴切团队了吧 呃 常规赛第一轮的最后一场我也是没有上首发嘛 然后当时的话可能是考虑到一些基本没有压力的情况下 然后也是为了团队之后的发展做的一个决定吧 在替补习跟场上最大的不同 我觉得就是视野上的不同吧 然后在场上的话是能看到队伍的一些缺点的 然后可以在场下的时候能看到 然后去侧面的帮助队伍去提醒队伍 然后将去改正 这也是作为队长的一个担当吧我觉得 然后打TG前两把也是突如起来的就是先丢两分吧 是的 看见比例刚好脚械到 下午队上去大招再加上九五楼一天楼 再来上去 哦 接上进去更打不赖的速度 不赖也 恭喜 光照提点 经过前两局的私立之后 我们的教练就在训练室里面进行了一顿批评 然后成功的把我们骂醒了 我真的已经受不了了 你看这个语音 来我走了 我走了 我真的走了 干嘛 你这东西的话 就机会好 就直接就上了 只要队伍再上了 不要问 每个人都不要问 从第一把第二把第三把一样 不要问 对 我觉得 可能这就是一个教练的重要性吧 就是 他能在关键的时候 在我们犯错的时候 能及时纠正我们 然后 去 提 挖起我们吧 我觉得我们的教练真的很棒 我真的很想抱我 进动手上去打一套九五楼的一丝鞋 这一波 关键程程上去 一下不过直接A掉了九尾 现在直接踩进去 他都在一看 对 但是没有办法 会有很多人 鱼鸡散现出来了圈里 关于回头P到P到了三个人 但是被大家放了出来 但是这波金鱼再贴身 含两招在水晶 以及爆炸上 我们恭喜 重庆狼队 让二追三 本赛季的第七场胜利 在这个版本中的话 其实坦 我作为一个坦边的话 其实更多的是 开视野啊 乘伤啊 或者是开团 对吧 去辅助队伍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MVP队伍来说 也不是特别的重要 因为像我们团队的目标 其实就是为了赢 而不是为了MVP 所以我不是很在意这些声音 其实在之前的话 就是老师会有人说 我这个赛季的存在感比较低 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 其实每个人 他在队伍里面的分配的 就是会有不同的分配工作 但是在这个 在能完成自己的这个工作的时候 其实就是已经在为队伍去奉献 然后呢 不管这把是谁打的MVP 还是谁打出的高光时刻 其实都是整个团队的一些配合跟墨迹 然后在平时的训练中 去打 就是有长时间的一起 经过长时间的训练 然后在别人中打出来的 是的 但这波MVP 男走了呀 尼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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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下两把MVP 当然是很开心的 但最开心的就是 最终 最终还是我们拿到胜利 因为这永远都是五个人的游戏 尼达 佛奖 尼达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是一个 情商非常高的大哥吧 一个很自律的人 比如说他说减肥的话 他就是 一说减肥他就会控制自己的饮食 啥的就是很自律 然后也是 在我心中也是 大队长的形象 在我心中 俄奖是一个比较成熟稳重的人 因为感觉他做每件事都会那天 谁的去做 然后感觉到他很正能量这个人 弗莱是一个对待训练 对待比赛 都是非常严格认真的一个人 他是会 就是要求自己的 那个要求很高 然后的话也会带动身边的人 跟着要求很高 所以说他是我们团队的一个 对魂领袖的人 我对弗莱这个人一开始呢 就我们俩之间都是 话是比较少的 然后对在游戏里面打游戏 话也是比较少的 但是通过成长 就后面也是大家慢慢的 也要成为队伍的大哥 然后去带你小弟们打游戏 带你小弟们去打比赛 然后现在弗莱也是成为了一个 能独当一面的人 非常的厉害 今天是弗莱上场五周年 我希望弗莱在KPL上 还有下一个五年 这是你的第五年 时间过得非常快 其实我们的年龄也差不多 我觉得你还可以再打五年 弗莱你那是太牛了 从以前的后属小帮手 成为现在的6FFFFFMVP 你真的是太牛了 然后希望我们以后比赛继续加油 跟弗莱在一起这么久了 也是他KPL登场的五周年 祝他五周年快乐 也希望能够再陪他个五周年 反正就祝你上场五周年 我只能说你很牛 很不错 你一定要继续坚持下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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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